嗨 我是可恩 包时 现在准准三点 刚刚追完了WWDC 你们的iPhone 16来了 没有啦 讲笑的啦 sorting嘛 那个是9月 今天要来讲的是 跟着iPhone 16一起来的iOS18 整理了一个懒人包给你们看 开始之前先讲一下心情 刚刚这个发布会哦 真的是让我的心情好像过山车这样子哦 一开始用10分钟讲完了iOS18 就在我以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它突然叫AI了 真的有AI哦 所以我就整理了 5个我个人觉得比较大的新生机 开始吧 第一个 又了7年iPhone的界面 终于换了啦 最大的改变就是control center 里面的位置啊 大小啊 图标啊 全部都可以自定义 另外呢 lock screen这两个主传功能 手电筒和相机 终于可以换成别的了啦 发布会是讲 左边可以换成calender 右边可以换成apps啦 不知道可不可以换成更多的呢 and then呢 desktop的iPhone终于可以随便排啦 我的随便排的意思就是可以隔空排 因为像啦 iPhone的iPhone都是要顺序 这样子一个切一个排的 但是现在呢 它可以分开了 它可以隔空了 你想要怎样排你都可以排了 每个iPhone还可以换颜色 一共有5个颜色可以选 如果你是对美感有追求的话 你们可以自己DIY啦 第二个功能 Apple Cash 这个应该算是刚刚发布里面 这样多功能 我最喜欢的一个 如果你是有用Apple Wallet的话 你的反应应该会跟我一样那么大 因为 可以 转账给你的朋友了 完全就好像一个真正钱包的样子耶 只要你靠近你朋友的手机 然后他就可以透过NFC把钱转过去 但是呢 发布会上没有特别去讲解这个东西 我自己估计啦 应该是要先充值在里面嘛 不然怎样交cash你一定要有一个cash 你才可以转账过去的 这个是我采的啦 第三 Privacy啦 苹果其实一向来都很注重隐私这方面的 现在呢 LS18可以给隐私上锁 比如说美图修修 你不想给人家知道你每天在那边edit照片的话 你就可以开一个folder 然后把它lock起来 人家就不会发现那个folder里面有美图修修的哦 它是带锁的 所以如果别人要开这个哦 它是需要ID验证的 严格上来讲呢就等于把这个apps隐形了起来啦 第四个也是整个发布会里面最大的招 Apple Intelligence 这一刻我终于知道 AI的A 是Apple的A 这是苹果AI的重点哦 把它放在了series上面 你看它连logo都换了你就知道几重点哦 虽然手series算是checkGPT这一类AI机器人的圆形鼻祖 但是最近Android出的那种AI真的又很直管哦 所以呢 Tim Cook就被答案 WWDC之前呢 Tim Cook就已经宣布了 他们是会推出自家的生成式AI 所以 有AI的series就来了啦 现在series可以做的东西就更多了啦 之前可能就是 普通的帮你开个app啊 问一下天气这样子 但是现在呢 可以一条龙从A到G帮你操作 到完更加仔细更加聪明 比如说朋友的航班曾经在email里面send过给你 他就会从email里面找出来 然后再把整个航班的资料更加详细的秀在你面前啦 而且series现在可以控制更多的app了 跨app工作 比如说你可以叫他开photo啊 选照片啊 然后放在notes啊 或者是email给朋友都可以 还有一个功能我觉得有用 但是又有点好笑的就是你现在可以 type给siri 适合挨人啦 比如说你要setalarm 你就可以type给siri 去点alarm 等一下我直接unclock了 直接点了 直接set了 不是更快? 最后一个功能发布会只用了半秒钟讲他罢了 就叫做 AI Eraser终于给我叛召了各位 蛤? 他不是要 clean up吗? 这个什么名字? AI Eraser是Android的啦 他就是可以把路人 你不要的东西多余的全部delete掉 这个功能也是归功于Apple Intelligence的关系啦 虽然发布会只是提了半秒 但是我自己估计啦 只需要长按就可以把整个人crop出来 就好像我们普通照片把人拖出来一样 所以这次只是把它消除掉罢了 但是我觉得我讲这样多了最后还是等beta版本秀给你们看更实际啦 补充多一句 Tim Cook在发布会结束之前讲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ChatGPT正式介入Apple的设备里面啦 可惜咯 跟大家讲一个坏消息就是 Apple Intelligence支持iPhone 15 Pro或以上的机型 也就是说iPhone 15都不能 更何况是老一点的机型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要用AI的话 就要买iPhone 12 然后咯发布会上面也有推荐一个新功能叫做 Genmoji 就是说咯你可以描述一下你自己想要的表情咯 系统就会自动帮你生成 但是咯 目前好像只线Messenger是可以用啦 好啦这五个升级是我个人觉得比较大的 其余还有些小升级比如说 Apple Maps啊 Mail啊 E-Message啊 AirPods啊 甚至是AI的一些小功能啊 这个我就不提啦 等到大家升级了之后咯 你们自己再摸索啦 我自己个人是非常期待AI的这个功能 但是还是要等到真正的升级了之后才可以feel得到那个 最后再讲一下到底什么机型可以升级到iOS18 不包括AI啊 你们可以看这个图 看一下你们有没有在里面 好啦 iOS18还有AI的懒人包就到这边啦 其实刚才发布会有也有发布一些其他的更新 比如说iPadOS啊 WatchOS啊 VisionOS等等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去看看啦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我要回去睡觉了 拜拜 其实我是很期待那个Apple Watch的 它可以直接做Translate 然后MacOS有那个Phone Mirroring也是很特别 所以我要另外拍多一集 不要啦 睡觉啦 坐下